曾经红的八字的赵本山如今都老了,他的儿女也已经长大成人,而网友们最熟悉的就是他的女儿求求赵一涵了。 赵一涵今年21岁,是一名网红,因为是老赵的女儿,所以在网红结婚的也是风生水起,无人不知,9月19日,有网友偶遇到现身街头的赵一涵,当时他的穿着非常潮流,衣服色彩明亮,总给人一种街头叛逆少女的感觉。 赵一涵曾说过因为常德太像爸爸觉得自己不够漂亮,所以做了微调,讲真,样子的确是普通网红脸,而且这个角度看起来也不好看,不过当他转过身来,正面来看,样子就好看多了。 赵一涵上半身穿了一件体恤打底,外披一件绿色的长款衬衫外套,朝半十足,而下半身搭了一条牛仔裤,只是没想到好好的一条牛仔裤,却被剪断了,一边护腿,看起来相当不协调。 哦,这样的时尚真的有些难懂,要么不露腿,要么就露两条大白腿,只,露一条腿是什么意思啊? 而且赵一涵还在小腿上穿了一只长袜子,有网友忍不住评论,有点像假之,心怀还真是挺像的。 不知道这样的设计,是服装设计是设计的,还是赵一涵自己想出来的。 不过不管怎样,衣服只要自己穿得开心就好,显然这次赵一涵的心情非常不错,对着镜头一直都在微笑。 几年前赵一涵因为遭受网络暴力的疗疑愈症,一直忧心忡忡,如今看来,是已经彻底走出了阴影。 从她衣服的颜色搭配来看,也能反映出她的内心,是已经看得很开朗,因为黄绿都代表了活泼和生机。 这次面对别人的拍照,也是欣然得接受,还不忘向路人挥手打招呼,也是非常有礼貌了。 不过情绪是赶时间,赵一涵并没有站太久给路人拍照,没一会就跟着朋友走了。 这穿一身黑衣的小姐姐,可能也是网红吧,两人走路的姿势和步调居然神同步,估计是一起接受了网红,是面合成了。 但从穿一来看,还是觉得黑衣小姐姐穿的正常点,那么你们会给赵一涵这身打拔打几分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